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芝莉 我这里准备了一条去皮的白萝卜 我今次只会用半条, 大概500g 左右 白萝卜在冬天吃就最适合 它不单止清甜, 而且煮熟的白萝卜 它有补气和清肺热, 止咳化痰的功效 你们今天好吗? 留言告诉我, 你们平时喜欢煮萝卜 祝你们有开心愉快的一天 将切好的萝卜放入汤煲 海带不单止可以强效提升免疫力 而且清除黄痰的功效非常好 像慢性气管炎, 烤喘 关键是因为身体内有很多黄痰 而海带可以帮忙把幻痰清除 从而治疗慢性气管炎和烤喘 切几片姜, 令汤更香 如果你对我的食谱有任何疑问 请把问题写在评论区 我是非常乐意和大家一起讨论 今天我是用明火煲汤 所以我会加入大约2L左右的清水 这个汤就不需要加太多水 因为萝卜煲了之后它会出水 我会用大火把汤煲滚了 大概需时15分钟左右 因为海带含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所以煲海带的时候要小心会滚射 还有很多浮泡浮了上来 我要把它撥走 海带还含有非常丰富的钙 而且它还有防癌抗癌的功效 撥走浮泡之后 我会转小火把汤煲30分钟 汤煲的时候 我这里准备了大约100克的炸面羹 炸面羹不单令汤有肉的鲜味 而且炸面羹含有大量植物蛋白 可以令皮肤的水合度增加 从而可以帮我们延缓皮肤的衰老 将面羹飞一飞水去 这样就可以将面羹的多余油分 和尖在上面的灰尘清洗走它 大概飞水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将面羹夹起它 旁边的汤又已经煲了30分钟了 已经闻到阵阵的清香味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将飞好水的面羹 放在一起煲多10分钟 可以对抗衰老、补干、明目的杞子 我这里用了大约10克左右 这些杞子已经洗净了 还有杞子不能煲太久 如果煲太久的话 杞子的功效就会消失了 汤已经煲得很香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将杞子放在一起煲5分钟 我会将这个食谱的所有材料 列入在这条片的最后 如果你们煲这个汤的时候 把这条片拉到最后来看 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哇! 汤已经煲好了 好香啊! 汤色少少奶白色 好漂亮啊! 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 加盐来调味 我大概就加了2分1茶匙的盐 来调味 这个虽然是一个素汤 但它也有肉汤的鲜甜味 而且海带和萝卜都软软软 很好吃的 不如今晚你们都试下 煲这个这么简单又好吃的汤水 如果你都喜欢我的食谱 请你给like和留言告诉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按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食谱再见 拜拜!